类星体 宇宙中亮度最高的天体 类星体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活跃星系核 是一种位于星系中心 由超大质量黑洞和其周围旋转的高温气体组成的天体 类星体的特点是拥有极其高的亮度 比一般恒星高达1000倍到100万倍 甚至能够超过其母星系的总亮度 这样高的亮度是由于黑洞吞噬周围物质时产生的巨大引力 是能转化为辐射能所致 类星体的形成机制与星系的演化和合并有关 可能是由于星系中心的黑洞在吞噬大量的气体和恒星时 进入了一种高活跃状态 类星体通常会伴随着强烈的喷流 即从黑洞两极喷出的高速粒子数 这些喷流会在星系尺度上形成巨大的射电半货尾巴 类星体还会对周围的星系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 例如通过辐射和喷流对周围气体的加热和吹走 影响星系的形成和演化 类星体对人类来说是非常神秘和美丽的天体 如果靠近它们 人类将会欣赏到宇宙中最壮观的景象 例如在数千光年以内 人类将会看到一个比太阳还要大上千倍 比全天星空还要亮上百万倍的光球 这就是黑洞的袭击盘 在数百光年以内 人类将会看到一个从光球两端延伸出来 高速旋转并发出耀眼光芒的粒子喷流 这就是黑洞的喷流 在数十光年以内 人类将会看到一个扭曲了时空 使得光线产生奇异效果的黑洞本身 这就是黑洞的是界面 当然 这些景象也伴随着极大的危险 因为一旦进入黑洞的是界面 就再也无法逃脱了 目前已知的类星体数量非常多 大约有数十万个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三岁273 位于距离地球约25亿光年远的 弑女座方向 这颗类星体是人类发现的第一颗类星体 其亮度相当于一千亿个太阳 并且拥有一条长达二十万光年的喷流 如果这颗类星体距离地球更近一些 可能会成为夜空中最亮的天体 也不鲁肝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